小陈开车的速率是每小时50公里 小林开车的速率是每小时70公里 两人同时出发 当小陈开了200公里时 小林开了多少公里 两人同时出发 所以当小陈开了200公里 不管小林开了几公里 他们开车的时间是相同的 因为他们同时出发 好 所以时间相同 速率和距离是会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速率变成n倍 距离也会变成n倍 所以我不需要知道两个人真的开了多久 因为我们知道他开车的时间是相同的 因此我现在只要想办法知道 小林他的速率是小乘的多少倍 小林的速率是每小时70公里 小乘的速率是每小时50公里 相除之后 小林的速率是小乘的1.4倍 速率1.4倍 距离也会变成1.4倍 那200公里的1.4倍 就是280公里 因此小林开了280公里的路 速率1.4倍 速率1.4倍